曾明日如歌的天才琴手 记得你的高智商律师 倒请回答1988的围棋高手 宛如天才专业户的韩国男星蒲宝剑 是近来人气翻倍飙涨的大事男神之一 招牌笑颜以及真挚诚恳的个性 不论是粉丝还是合作过的工作伙伴 总是会融化在蒲宝剑的笑容之中 连续两周出演综艺节目两天一夜 在蒲宝剑的加持下 28日的收视率达到18.2% 虽然较前一周下降1.7% 但也是同时段的收视冠军 蒲宝剑在节目中聊到 原来是想当歌手 把自弹自唱的影片寄到各大公司 最后前辈车泰逊的公司先联系 于是以演员身份出道 至于感情观 蒲宝剑透露不想要太晚婚 希望能在40岁以前结婚 不过从现在工作满檔的情形来看 还是会先以失业为重 蒲宝剑接受演艺家中介访问时 为主演的电视剧《云化的月光》定下收视公约 如果收视率突破20% 他就会率领众演员 穿着韩服在光话门举行签名会 回馈观众的支持